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黑眼儿TV 刚刚训练回来就这样给大家录一期一下 都湿透了 为什么这么热呢 因为又回到新加坡工作 这边常年每天都是30到35度之间 非常热 所以到这边以后呢 早上起的训练就安排在早饭之前 一般是五点起床 喝一杯纯咖啡 休息伤作所 六点之前就出门跑步了 今天的课表是跑了一个八公里 第一个一公里是慢 大概四三级的配速 之后一个两公里快 是三五级的配速 之后一个一公里的慢 又回到四三级 之后是一个1.5的快 还是三五级 之后就是一个调整 调整到大概不到一公里 然后最后再有一个一公里的快 之后再有几百米调整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会说可能起的真早 但是其实谁都觉得睡懒觉舒服 我跟你讲 我小时候就是上小学中学的时候 甚至到大学的时候 就是怎么着呢 就可乐不理嘴 咖啡都是喝那个就是三合一 甚至四合一那种 就是全是反式脂肪 额量特高 然后吃也玩命吃 什么香吃什么 就什么不健康吃什么 撸串喝酒 然后从小就睡懒觉 人家说小孩不睡懒觉 从小就睡 有时候睡到下午 谁都知道 想让自己舒服还不容易吗 那时候我也说我不行 我真的只能这样 但是其实运动这么些年 你就发现你对自己的要求 其实在外人看来是越来越严格的 但是其实在你看来你是越来越幸福的 就像说我们是花了精力买的未来 和买的自己真正想要的自己 其实谁心里都想让自己是健康快乐 并且有较好的身体素质的 对吧 没有人觉得说我一觉睡到下午 我一吃吃到死是好的 只是当时爽罢了 那好言归正传 今天为什么这么聊 今天是上海马拉松的比赛日 不出意外 大家看到这片视频的时候 比赛已经结束了 跟大家简单分享分享 我参加过的上海马拉松 我是2016年参加的 那时候刚开始认真跑步 一年一年多一点 在上海马拉松之前 我跑了北京和厦门两场 PV就是厦门的四小时十六 当时只能跑四小时十六 后来到了上海以后 因为成绩是慢的 所以分区非常靠后 基本上倒数 倒数第几个分区了 那个时候 对上海马拉松 我的感觉是 比北京的有气氛 或者说更像一个节日 因为坦白说 Nike的赞助能力和组织能力 是要强于其他的运营商的 就是赞助商的 我们当时是坐着火车 从北京坐高铁到了上海 高铁下来以后 离这个博老汇的那个地儿不远 是在去市中心的路上 所以我们就先去了博老汇 因为北京上海很近 然后一个周末 背着书包就去了 也没有箱子 博老汇一进 领那个T恤的时候 就觉得气温的好像绿色的 那年的 反正大家听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偏爱绿色 那年的T恤也是绿色的 写着那个上马的那 上马的那个T恤 就SH不是上马的 写的是SH一个大沟 那件现在我还有时候穿在北京 泡沟的时候 我觉得那博老汇气温特好 虽然依旧不如国外那些 大的马拉松那么的健全 但是呢 跟国内的比 已经比较的有气氛了 可以这么说 之后就是 买了东西 买了东西 买了点东西 然后就回去 回去 住了个边壁 就在七点边上 其实就在普西 黄北江边一点 其实拜祝参加马拉松 我非常建议大家 住的离起中点近一点 尤其是起中点在一起的马拉松 如果是起中点不在一起的 那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我比较喜欢住在离中点近一点 跑完就回去 怎么说呢 我首先一个论调 我觉得上海马拉松 对个人业余跑者来说 不如北京 厦门 容易出成绩 为什么 首先呢 我是在后边起跑的 当时 我相信很多看我视频的 跑友会 看过我才开始跑步的人 基本上都不会有太靠前的分区 因为比方你四小时以外的人 基本都挺靠后的 上海的起跑前几公里 是远不如北京宽阔的 跑不开 所以呢 一开始你会非常慢 除非你不停的变道超人 这个呢 咱们就不谈 这是第一 我觉得 对个人不太容易出成绩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路面条件 也是前几公里 一开始顺着普西黄埔江边上 然后跑过去这样拐 拐到这个南京路这一边 然后才上了真正的百游路 之前呢 大家去过上海应该都知道就是砖路 除了一开始黄埔江边上那个是百游路啊 一拐就是石砖的路 就是杨徽砖路 然后拐到南京路更是 这种路面条件呢 其实不如北京全程的几乎全程的百游路 或者是不如下门环岛路那种全程的百游路那么的好 再加上一开始人特别挤 然后心情烦躁脚底又打滑 而且那时候其实我参加那年的时候 最好的竞速鞋带还穿Nike的Strike 或者穿RD的RD0这个Boost的系列 鞋底也不像现在 Nike做这么多的长华优化 或者还穿Asics 那年我穿Asics好了 之后呢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中后半程 或者说是中半程 或者第四分之三个半程的距离的时候 就跑到了 跑到了这个 因为我不是上海人 我其实不太了解上海 我就去过就去过两次 一次出差一次跑马拉松 感觉就有点像是偏郊区了 然后那一边呢 第一观众很少 就是没有那个搭菜气氛 虽然志愿者做的不错 第二呢 就是有一个大的礼交桥 而且是折返的 就是你去一次回一次 而且呢 这是那个折返的地方呢 是两条道 就是挨得很近很长 等于你万能看见隔壁的人 就是比你快的人 已经折回来的人 这个时候其实那一块很痛苦 那个桥上的非常痛苦 同时伴随着的是 那一块的树荫非常的少 但是那块有一个喷林站 至少是有一个 我记不住了 最后呢还好 因为我那年最后进体育场之前 那段路在修路 在中间在施工 可能风景差一些 但是并没有影响选手的参赛 最后是跑进体育场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种规模的赛事 最后跑进体育场 可能要修改一下 因为毕竟是人数太多了 加上可能那年我慢 那年因为刚跑完 刚跑完第二次北京 对 那年已经跑了三场全马了 跑了两个北京了 身体比较疲劳 那年是照着430跑的 最后跑了420 可能我比较慢 进体育场人已经多起来了 同时呢 最后的疏散 整个的过程呢 可能也稍微的比较长 再加上上马那年 还是绑鞋上的芯片 并且不是一次性的 当然这个是推崇的 就是我们回收再利用 但是现在应该都已经 是号码牌上的了吧 所以总结起来这几点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4小时到5小时的个人跑友 你的目的是要玩要嗨 那上马其实是优于北京的 整个的赛会体验组织 都要比北京感觉有马拉松的节日戏 或者说更专注一点吧 但是如果你想去冲击PB 尤其是你是430所有的选手 你想冲400 那我坦白讲 在上海非常难 我建议如果你在国内跑 就是北京或者是这个厦门 因为厦门现在调整了路线 严谷大桥的营销已经非常小了 北京怎么说 北京非常的平坦 虽然在后半程转弯比较多 书音比较少 但是全城的观众很热情 关键是塞道非常宽阔平坦 很容易出城地 我的几次PB除了这两年的六大桥以外 基本都是在北京 说到这儿呢 就是北京上海吧 比较敏感 劝大家一句 地狱主义者 地区主义者 不要来这儿黑 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地区地区色彩 我就是客观的分析一下我眼中的上海马拉松 因为就是刚开始跑步 可能现在再去感受就又不一样了 关键在想再去上海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Nike的死中本 所以呢 特别想去上海感受Nike赞助的马拉松的气氛 也许明年会去 不知道成绩能不能直通 本来明年计划去自无锡马拉松 无锡马拉松的直通成绩我是达到的 但是人家说不承认国外的成绩 那就只能抽签了 最后呢 对上期视频有一个解释 上期拍了一期新加坡优选经济舱的体验 说那个明处有约的伙食差 确实是差 但是仅限于个别城市的出发 因为大家知道 飞机的飞机餐是由出发城市去备的 如果你是北京出发到新加坡 做新航 就其实就不建议去选择升这个优选经济舱了 因为除了宽敞一点 没有任何的提升 如果你是从新加坡回 赶上价格合适 一定建议提升 你可以去在那官网看看菜单 非常的不错 这也是经过一个网友的评论 优秀的网友的评论的提醒 非常感谢 同时之前抽奖抽的手玩 已经有一个朋友发表键告诉我 收到了 另外两个朋友看看你们收没收到 应该都不远 应该都已经收到了 最近呢 会频繁的多做一做跑步相关的 饮食相关的 包括训练相关的视频 大家看我最近也在调整我的训练模式 我现在每天加入了很多的力量训练 所谓力量训练不是增肌训练 就是小重量 大祖数的核心 还有腿部的训练 然后略微加一些火生 每天200个 之前是一天50个 做的都要死一样 后来加了一天100 现在给一天200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人是没有极限的 人绝对是没有极限的 有个激汤话 就是你吃什么 就是你看起来的样子 其实是你怎么生活 就是你看起来的样子 我们可能不能非常左右我们的心情 但是我们可以左右我们的身体 不管是身体健康 还是我们的是否努力工作 是否努力能够有不错的收入 或者是否努力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这些都是我们能左右的 所以这件T恤的很不错 很漂亮 非常喜欢 就是由于比赛服务 训练服务 但是唯一可惜的是 我喜欢的梁肠马拉松 纽约跟柏林 都不是Nike赞助的 这个是NB的衣服 它的这个材料 大家看 就远不及我的这件 就Nike这种材料 到现在还是湿透的 都能扭出水来 一点都不速温 就有点不舒服 那好吧 那谢谢大家 今天我说到现在的时候 是现在是早晨八点 这边跟北京没有时差 应该已经专业牵手过半程了 我们祝愿上海马拉松 能有不错的成绩 也祝愿Nike的黑马们 黑马们 你们如果能够看到我这个视频 在今年的时候 我去年的时候 我问了黑马的教练 我说怎么能成为黑马 黑马的教练告诉我 至少要BQ 我现在BQ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两年都没有跑北京 明年 如果我要跑北京 我一定报名明年的黑马 如果他们再招人的话 我一定要努力进到黑马这个团队里 我非常喜欢你们 我知道你们是从台湾的那个黑马的记录片知道的 祝愿大家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要PB的 要破三的 要破四的 要娱乐的 各位朋友跑出非常好的成绩 也祝愿上海马拉松能够跑出更好的国内的专业马拉松组的成绩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点赞收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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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